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訪問團出席北市府的交流會 日本青年局海外研席團多位國會議員 以及北市年輕學生代表對談 青年局長林木桂子也發表演講 台北市長蔣王安表示 這次交流是落實北市與自民党青年局之間 密切合作的具體實踐 現場引用日本東漫航海王日文台詞 我們是夥伴 引起熱烈迴響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台北市政府 接待來自日本的好朋友 許多是我的老朋友 那同時今天現場也有許多 我們台北市的年輕朋友 學生代表能夠有這個機會 大家聚在一起 我想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首先當然在今年的5月 我到日本東京訪問 當時就有拜會青年局 受到林務局長 以及許多青年局朋友的熱情接待 非常感謝 當時我們就有談到 在6月1號台北市的青年局正式成立 可以跟自民党青年局有更多具體的合作 今天能夠邀請到青年局的海外研究團 與我們台北市年輕學生的代表對談 以及邀請到林務貴子局長來演講 我想這就是當時我們所談到的 能夠密切合作具體的實現以及落實 青年局跟台北市 我們是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很多都是我們非常好的朋友 今天這樣的安排我覺得非常難得 更重要我們也希望讓台灣和日本之間 這樣非常緊密的關係能夠持續 能夠讓我們年輕的一代 也能夠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相互的合作 我們台灣的年輕朋友 有看過航海我們的局長 所以裡面有一個經典的台詞喔 我很喜歡叫做 俺たちは仲間だ 我常見到很多日本的年輕朋友都會跟他講到 因為我很喜歡台灣人 也告訴我們日本的朋友 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一個 所以也透過很多 不管是文化 這個語氣 漫畫 大家可以相互更加彼此了解 我相信這一次日本青年局 他們還有一些團選到來台北 也是很希望能夠跟我們台灣年輕學子 有一些互動 相互的認識 再次感謝林務局長 以及我們所有日本好朋友 這次前來台灣 日本的自民黨的青年局成立歷史悠久的 我們非常多可以去學習跟交流的地方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也成立很久了 到現在可能已經進入第三個月了 今天的交流可以當作是第一步 台北市青年局會以四個認識作為目標 持續的跟這個世界跟我們人間一起同情 這四個認識就是 認識職場 認識社會 認識世界 認識學習 我們就期待今天接下來的交流 也期待從今天開始往後 每一次有更多別的日本好朋友 交流的經驗 謝謝大家 夜は特に煌みやかな街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此後 実はですね 5月に 私は 五月の those at night 銀座を歩いていたんです そしたら ニュースにも出ていた そして私の顔に 見覚えのある人が 目の前に現われたんです 那是一瞬, 声を掛けようか掛けないか 場所が場所だったので 悩んだんですけれども 一人だけじゃなくて 議員局長をはじめ デリゲーションの皆さんで この夜の銀座のご参考をして しかもそれを動画に撮りながら そしてそれを市長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に 投稿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ました 是非我が方の宣伝局のメンバーも 市長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フォローされてください すごく発信力がある そしてそのストーリーというか 伝え方というものは 政治家の劣って極めて重要なものだなと いかに伝え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が 非常に重要だなということも 皆さんも共感をされる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は 幸せ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を定義をするのが 仕事で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の役割と そして責任というのは 皆さんの追い求める幸せを 後押しをしていく それが私たちの役割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だからこそ 時には難しい政策 議論を呼ぶような 政治判断と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が 市長のように発信力であるとか そしてまたしっかりと伝えていく こういう強い 素晴らしいリーダーが 皆さんが持って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ことを 心から経緯を強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々自民党青年局も市長と そしてまた 台北市の新たにできました この青年局の皆さんとともに 未来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活動包括促成海外演習団 与台北市年青学生代表對談 讓雙方青年局攜手合作 以及林木桂子局長演講 講完希望 未来透過類似活動 帶領台湾與日本年青人 起居一堂 彼此之間 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 記者問君 台北報道 こちらもお願いします E.R.3 選手と同士忍辱 producer擊 loss